随着球迷漫长的等候,NBA休赛期曾经将近结束,而关于火箭来说这个休赛期可谓是一波翻折,上个赛季的确是火箭队冲击总冠军很好的一个赛季,赛期决和勇士队摇战机场才败下阵来。 这还是在克里斯保罗伤病出席最后两场的状况下,假如保罗保持健康,或许上个赛季的结局会是别的一个,但是NBA便是如许,没有假如。 本来火箭队假如可以保持上赛季的中心阵手,赛的当地补强,新赛季的他们将更为人看好。 但是休赛期阿里扎和巴默特的离开热火箭的风险防卫出现宏大破绽,固然他们以底星签约了安东尼,但是安东尼定惨试在他的进攻上,防卫端却是爱莫能助。 这也让火箭球迷颇为担忧,不过前几天莫雷神操作,有安北森加梅尔顿,换来乃特加莫里斯,无疑是给火箭球迷打了一记强心技。 不过近日,有媒体报道,新赛季火箭将会把安东尼提到大先锋地位,只打大先锋,除许可以哄骗他的得分才能,还能在防卫端有效降低他的防卫的影响。 毕竟如今同盟在大先锋地位上的球员广泛挪动速率都不快,而这一下音讯也热起了球迷的纷纭猜测,毕竟假如安东尼到大先锋地位上,火箭的小先锋地位将出现空缺。 固然火箭也有这个地位的其他球员,但是作为首发还是有点困难,这将成为新赛级别的球队打火箭的一个大破点。 鉴于此,有球迷猜测,何以火箭只是在酝酿大买卖,此前不断空传吉米巴特勒和丛林郎关联紧张,丛林郎老板有意在买卖截止日之前送走他,而且前段时间唐司回绝了丛林郎开出的提早许约的合同, 而据爆料此中最大的问题便是和巴特勒之间的冲突,而如今火箭让安东尼去打大先锋,出现的小先锋地位空缺,恰恰也是巴特勒的地位。 如许的操作不免让人猜测,火箭如今追逐的是总冠军,耐特固然有着潜力但是由于伤病的问题,不能看成是局战力。 假如他们可以通过耐特加其他球员或许条件的方式买卖得到巴特勒,火箭将正式组建起五巨部组合,新赛季面临永逝也有白衣八十万的底气。 不过这统统都是猜测,只盼望莫雷可以在线上操作,让火箭在线赛季可以走得更远。 这篇文章是原创的,图片来自户离网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 喜欢小编的文章可以点击关注哦,有什么看法,可以在下方评论区,留下您的足迹。